Hello,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另类的科幻灾难片《科洛福档案》 整部影片来自美国军方捡到的SD卡上的视频 内容由一部普通的家用DV手持拍摄 影片的主角名叫罗伯,即将去日本工作 另一边罗伯的弟弟杰森正和女朋友一起 为哥哥准备一场热闹的离别派对 在派对上,弟弟把拍摄的任务交给了他和哥哥共同的好朋友 哈德,哈德并不那么乐意 但弟弟表示,他可以采访到他喜欢的女生 于是他欣喜地答应了 哈德举着DV在晚会中四处拍摄大家对罗伯的祝福 逮着了机会就不停地采访自己的意中人 但女生并不怎么搭理哈德 顺便说了几句就应付了事 派对的主角罗伯来了 但却没发现自己暗恋已久的贝斯的身影 显得有些失望 但随后,贝斯竟和另一名男伴出现 生气的罗伯拉走了贝斯 两人争吵的画面也正巧被哈德拍下 后来,众人得知两人曾发生过关系 但那之后,罗伯没有再联系贝斯 因为罗伯觉得自己即将要去日本 给不了贝斯未来 这也让贝斯心灰意冷 有了新的感情 罗伯和贝斯两人不欢而散 就在此时,画面剧烈地摇晃 四周的灯光一一熄灭 他们去到楼顶查看情况时 发现远处发生了爆炸 火光冲天 爆炸的碎片正在向他们袭来 他们惊慌逃跑 大街上挤满了逃难的人 远处也浓烟滚滚 随着一声巨响 被毁灭的自由女神像的头朝着他们飞了过来 这惊人的一幕也被哈德记录了下来 他们追随着火光的起源 发现有一头巨大的怪物正在袭击曼哈顿 高楼正在一栋栋的倒塌 混乱中,他们躲进了便利店 当再走出去的时候 曼哈顿早已变成了一片废墟 众人商议后决定通过布鲁克林大桥逃离这个城市 经过大桥时 罗伯曾接到了贝斯的电话 但四周的嘈杂声令他无法听清贝斯的话 而混乱的人群把弟弟和他们冲散了 随之而来的怪物用尾巴把桥打他 钢筋砸向弟弟 弟弟瞬间没了踪影 他们永远地失去了他 失去弟弟后 罗伯意识到他不能再失去自己爱的人了 准备打电话给贝斯 却发现手机没有电了 他冲进电气垫换了手机电池 听到了贝斯给他的留言 原来贝斯被困在自己的房子里 无法动弹 一番心理斗争 罗伯决定前去救贝斯 为了顺利到达贝斯的住所 他们决定走一段地铁的隧道 四人借着DV机微弱的灯光艰难前行 突然发现所有老鼠朝着一个方向逃亡 罗伯打开DV机的夜市 发现了趴在天花板上的好几只异形怪物 吓得众人连忙逃跑 在危急关头 哈德的异中人为了救他 被异形怪物咬伤 病毒在他的身上迅速繁衍膨胀 最终自爆而亡 惊险逃亡后 他们来到了地下商城 意外碰见了军队 军官告诉他们 上级准备炸毁曼哈顿 而最迟一班离开的飞机 在明早六点 所以他们必须在此之前救出贝斯 贝斯所在的楼房 倾倒在旁边的大楼上 他们只能从旁边大楼的楼顶进入 费尽力气爬了57层楼后 他们终于到了贝斯的家 原来贝斯被倒下来的钢筋 刺伤了左肩部 在救出贝斯后 众人奔向直升机的撤离点 成功搭上了飞机的他们 本来以为终于安全 没想到直升机却被怪物击落 而闪耀着主角光环的他们 正准备继续逃跑 但哈德想起了 遗落在地上的DV 转身回去捡 然而大怪物已经来到他们跟前 哈德被吓得待在原地动弹不得 最后被怪物一口吞掉 绝望的罗伯和贝斯捡起了DV 来到了中央公园的桥下避难 两人互相倾诉着对彼此的爱意 罗伯和贝斯对着DV 进行了最后的自述 这段视频档案在一段轰炸声后 结束了 本片全程采用第一视角拍摄 虽然不少人表示 摇摇晃晃的第一视角镜头 看着头晕 但正是这种非专业的拍摄角度 才让观众更有代入感 仿佛自己也置身在曼哈顿 是一部观影感爆棚的科幻片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 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